尽管数百万因新冠疫情而失业的美国人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但全美各地的公司报告称 最近几个月他们仍面临员工短缺的情况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 全美有超过1000万个工作岗位空缺 衡量美国经济中活跃劳动力水平的劳动力参与率 9月份为61.6% 而新冠疫情发生前则为63.3% 美国当前员工短缺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持续担忧 特别是那些与老人或孩子住在一起的人 此外也有一些美国人希望提前退休 还有人不愿工作也与工资低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的失业救济金计划在9月到期 并没有导致招聘情况有所改善 对于美国的员工短缺情况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索杰纳表示 许多企业同时开始大规模招聘造成了当前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 他也提到 企业可以花更多的钱来吸引新员工 但很多雇主不愿意加薪 因为这需要他们从利润中自掏腰包 10月24日又有一大批移民从墨西哥南部出发前往美国 有2000多名移民组成的移民大棚车车队从墨西哥南部城市塔帕丘拉出发 墨西哥警方当天在塔帕丘市一个高速公路检查站设下关卡 试图封锁道路 现场约有400名警察 但许多移民冲破了封锁 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9月份结束的2021财年 美国在一年间在美墨边境拘留了170多万移民 一场打破1977年纪录的最强历史性炸弹气旋 10月24日空临加州 迫使之前备受野火袭击的地区居民撤离 风暴来袭时 加州部分树垫线杆被吹倒 大雨引发泥石流 道路封闭 野火季节之后 天气变化加剧了山洪爆发的威胁 旧金山在过去的24小时内降雨量达5.5英寸 打破了历史最高纪录 根据PowerOutage.us的数据 周日加州有超过16万8千人断电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 恶劣天气系统10月25日向南加州移动 官员们警告 曾经发生野火地区的居民在风暴经过时 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洛杉矶县消防局在该地区的各个消防站 都可以为担心洪水的社区成员提供沙盗 今天洛杉矶 文图拉 圣巴巴拉 河滨和圣贝纳迪诺县等县的部分地区将发布风力警报 河滨县和圣贝纳迪诺县的风暴警告将延续到10月26日清晨 上周 乔尔苏扎指导影片Rust的片场的摄影指导哈里纳哈钦斯意外死亡 引发了网上的大规模请愿 呼吁创建哈里纳法 旨在禁止在电影剧组使用真正的枪支 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这项在change.org上发起的请愿活动已经获得了超过1.9万个签名 其目标是获得2.5万个签名 请愿活动直接针对亚利鲍德温 要求他利用自己在好莱坞电影行业的影响力做出改变 禁止在电影片场使用真枪 参议院劳工委员会主席圣河赛参议员戴夫科蒂斯表示 他将提出立法 禁止在加州电影片场和剧院剧组使用实弹和能够发射实弹的枪支 由于立法机构现在休会 法案的细节可能要到明年1月才能公布 哥伦比亚政府10月23日根据美国及英国提供的情报 派出500名士兵 特种部队成员警员以及22架直升机 突袭了该国大毒枭乌苏加藏身的森林 并突破8层防线 最终在西北部安地奥基亚省内科克利的郊外逮捕了他 行动中 哥政府一名警员殉职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认为 此次行动是本世纪 哥伦比亚在毒品打击行动中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杜克还要求包括毒枭在内的犯罪分子 主动投降 否则面临被围剿的命运 乌苏加此前就被列入美国基督局DEA通缉名单 DEA曾悬赏500万美元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捉拿他 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于2009年初以贩毒及资助右翼民兵组织等罪名起诉乌苏加 布鲁克林以及迈阿密联邦法院也指控 乌苏加于2003至2014年间经委内瑞拉 威地马拉等国将至少73吨可卡因偷运至美国 据悉乌苏加将被引渡至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受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